托尼是为片区巡警 他主要工作 负责辖区内居民日常安全 处理一些邻居间的纷争 晚上收到报警 海边船务好像什么人私闯民宅 夜半三更 大雨倾盆 托尼手持电筒来到一家船务 突然 地上一片东西引起托尼注意 用手触摸 黏乎乎的反馈告诉托尼 那是血 顺着血迹照过去 果然发现一具倒在地上的男士 死者是个年轻的小伙 昨晚被人捅死在船务 身上没任何证件 也无手机钱包 所有摄像头只是摆着 没拍到任何东西 巴特简明扼要给维拉戒例案情 肯尼介绍 他刚问了船务主人盖瑞 他昨晚9点15分离开 离开的时候门上了锁 维拉表示 自己先看看尸体 随后会询问他们 法医初步诊断 他的腹部有一处刀伤 根据地上血迹判断 对方应该是刺中了大动脉 造成大量失血 他几分钟就被送走了 维拉发现地上有血印 法医解释 可能是死者自己留下 维拉看到对方脚上 穿着一双新鞋 脖子上还有一条金链子 两人来到后面发现 一处栅栏破了一个大洞 他们分析 凶手与死者可能通过破洞 钻进船务 下班后 这里黑灯瞎火 什么也没有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目的是什么 维拉询问盖瑞 盖瑞解释 昨晚他在修船 大约九点多离开 离开的时候 锁了门 谁知道那人 什么时间过去 干了什么 维拉询问托尼 当时发现尸体情况 托尼解释 昨晚接到报警 这里有人私闯民宅 他才过来 托尼肯定对方 不是小镇上人 他在这工作多年 几乎每家每户孩子 长什么样都记得 托尼分析 这里晚上偏僻 时常成了毒品交易场所 他们经常躲过来 贩毒吸毒 托尼还说 报警之人叫布鲁特 不太受人待见 也为他每周都会报警 布鲁特介绍 他当时在遛狗 看到有人在船务大门前逛 于是打电话报了警 布鲁特还拍下当时照片 外面一个女服务员 引起维拉注意 布鲁特介绍 女孩名叫凯莉 是盖瑞的女儿 两人聊了几句 凯莉声称不能耽误太久 否则会被扣钱 维拉只得让其离开 虽然只和凯莉聊两句 维拉质疑 在他家船务发现尸体 他竟然连电话都不打回家 这种情况正常呢 肯尼打来电话 他们已找到死者生前影像 他昨天下午4点46分 坐火车到达小镇 在火车站被拍下来 推断他是从纽卡斯坐车过来 案情分析 昨晚9点15至10点半之间 一个20岁以下的年轻人 被人捅死海边船雾 已知他从纽卡斯过来 几小时候被人捅死 目前身份未知 凶手杀人动机未知 女警查了失踪人口申报 终于得到线索 死者名叫卡登 六周前 他所在福利院申报卡登失踪 据福利院阿兰介绍 卡登11岁就住福利院 他妈妈已死 父亲在卡登很小的时候 就不知去向 六周前 卡登开始很晚回来 但会给自己发短信报平安 但失踪那天 再也没接到卡登任何信息 阿兰还说 卡登还有个弟弟 两人住同间房 一个叫大卫的人 曾给卡登找过一份工作 弟弟名叫泰勒 自从得到哥哥死亡消息 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问起卡登为什么会去小镇 泰勒解释 母亲活着的时候 经常带他们去那边看海 可能哥哥只为去看海吧 至于其他信息 泰勒也无法提供 两人分析 卡登住福利院 他的新运动鞋 打进链子从哪来 肯定有问题 两人询问大卫 给卡登找了份什么工作 大卫解释 就是一份杂工 这里是卡登 从小长大的地方 他之所以愿意过来 可能更多为了怀念过去吧 大卫介绍 这个区域到处充斥暴力 毒品 帮派 大多数孩子都牵扯其中 他警告过卡登 至于他有没听进去 不得而知 事后两人分析 难道卡登陷入帮派之争 为了逃命他跑去小镇 结果受到帮派追杀吗 回到警局 法医带来消息 卡登血液中 发现毒品成分 他们还在现场 发现注射器和带子 法医推断 现场可能不止他一人吸毒 死因被刀刺进肝脏 几分钟丧命 卡登没任何防御性伤口 说明他可能认识凶手 没加防备 被对方一击命中 一个17岁男孩 被人杀死船物 一直住福利院的他 哪来钱买新运动鞋 和打进链子 他成长的地方 龙舌混杂 帮派横行 难道他的死 与帮派有关吗 法医给维拉展示 一小段纤维 那是在卡登伤口发现 纤维与卡登身上 依附不服 法医推断 可能来自凶手身上 两人在游乐场 发现了布鲁特 维拉询问对方 是否见过卡登 布鲁特解释 卡登之前 在这里出现过几次 他以为对方是个乞丐 两人走进游戏室 维拉看到两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 从厕所方向匆匆离开 维拉来到厕所 他发现藏在墙上 一张提供毒品的名片 可你反馈 名片上手机是一次性 查不到对方身份 女警带来消息 布鲁特手机拍摄的照片 当时还拍到一个车牌 维拉让马克查了那个车牌 马克查到 那辆车登记在船务主人盖瑞名下 维拉来到船务 维拉指出 案发时你说自己9点16分离开船务 但你的车为什么10点多还停这里 盖瑞解释 法院送来债务通知 他当时心情烦躁走路回去 车一直留在船务 巴特带来消息 大约几周前 一家游艇俱乐部发生过盗窃 当时俱乐部经理声称 有人准备偷他的车 他向警方描述了嫌疑人 根据描述 那人非常符合卡登特征 经理名叫苏珊 他说那人准备偷车 结果触发车辆报警 那人匆忙逃离现场 但车里笔记本电脑 还是被他拿走 两人又发现鬼鬼祟祟的布鲁斯 难道他在跟踪二人吗 维拉警告对方 你曾因打过一个男孩 受到过社区警员口头警告 不要做以自己无关之事 警员查到 有人在沙滩上见过卡登 一个来沙滩冲浪的人报警 有人向他孩子兜售毒品 根据描述那人就是卡登 维拉找到一个叫安东尼的人 那人是这里的冲浪教员 安东尼解释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 自己可能见过卡登 但没什么印象 交谈中维拉获知 安东尼只是一个叫人冲浪老师 警局这边一查到 游客投诉那个在沙滩 兜售毒品的人就是卡登 维拉分析这样看来卡登到小镇 是准备发展他的毒品市场 游戏厅 沙滩 船物有可能就是他的市场和交易地点 不排除他得罪当地毒品贩卖人员 人家将其杀掉 另外他还有盗窃的习惯 也可能因为偷了别人值钱东西 人家报复性将其杀死 那么现在要搞清楚 他的毒品来源 女警分析 一个17岁孩子 只能帮别人跑跑腿 他应该没实力制造贩卖毒品 在托尼的带领下 他们找到游戏厅保洁员 那是一个隐君子 女警在对方冰箱里 发现部分现金 在保洁员钱包里 维拉有了重大发现 里面竟然装着卡登名片 维拉指出 游戏厅厕所留有你的名片 你家里到处都是卡登指纹 你冰箱里还有2000块现金 希望你认真解释这一切 保洁员解释 卡登只是一个跑腿的 帮着来回运送毒品 他也不知道幕后老大叫什么 那人从来没来过小镇 但那人打电话 让自己给卡登提供住的地方 仅此而已 肯尼查了卡登通话记录 发现卡登家那边 经常有电话打给卡登 警方分析 可能就是毒贩与卡登之间通话 维拉见到了停尸房 认领卡登尸体的泰勒 法医曾说 卡登手臂折断过 维拉询问泰勒 是否知道卡登手臂折断原因 泰勒解释 各个小时后被父亲从楼梯推下来 摔断了手臂 维拉询问对方 是否知道卡登和帮派有染之事 但泰勒没能提供有价值线索 女警查到 案发当晚 卡登接到凯丽几个电话 这引起维拉强烈关注 凯丽为什么找卡登 两人什么关系 难道凯丽也贩毒吗 两人在海边找到凯丽 只是在这里 他们还见到卡登的弟弟泰勒 凯丽介绍 泰勒来过小镇找哥哥 因此两人相识 维拉询问贩毒之事 凯丽交代 上周六他打电话给卡登 是为了从他那里搞来毒品 后来两人在沙滩交易 那也是他最后见活着的卡登 接下来 自己在沙滩上嗨过头 睡了整夜 至于卡登被什么人所杀 跟自己没半点关系 年轻毒贩被捅死小镇 背后势力盘根错节 他的死究竟是什么人所为 他撬动了谁的利益呢 维拉找到苏珊 上次接触中 维拉觉得这个女人不老实 他似乎隐藏了什么 原本打算起诉窃贼 突然莫名撤销所有指控 难道他知道什么吗 果然苏珊交代 后来有四人直接走进俱乐部 他们看起来像酒吧老板 对方威胁苏珊 声称苏珊不懂规矩 如果敢动卡登 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苏珊也没多大损失 后来也就放弃追究 维拉要求巴特 查出苏珊提供的那台越野车牌 看看到底是什么人那么嚣张 巴特从犯罪中心得到消息 卡登加那片区有个叫费里捷男孩的帮派 他们是最近几起抢劫案的嫌疑人 他们入室盗窃 抢手机 砸车等事都干 不仅如此 对于敌对帮派 他们还用硫酸攻击对方 维拉忽然觉得 有必要找宝洁园聊聊 他肯定还是能提供些东西 可当两人来到宝洁园家 那会因吸毒过量 把自己整死在椅子上 尸检后法医得到消息 宝洁园因长期使用违禁品 导致慢性废弃中 法医还说 他的体内有种心形合成毒品 那东西比马飞毒性强75倍 这才是导致他直接死亡原因 显然对方知道那东西 可直接要宝洁园的命 目前看来 这属于一起谋杀 警方分析 杀死卡登的凶手 可能觉得宝洁园会向警方泄露某种秘密 于是使用一种心形毒品 将对方杀死 女警查了宝洁园账户 他们发现早些时候 有人从她账户取走500英镑 查看监控警方惊讶发现 那人竟是凯丽 凯丽解释 两人是朋友 银行卡是宝洁园给的 她只是向对方借钱 日后还会归还 维拉表示 你没机会还给她了 她不久被人杀死家中 维拉分析 凯丽利利用保洁园银行卡偷偷贩毒 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 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死人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重压之下 凯丽终于提供一个重要消息 那个躲在幕后的毒贩大佬叫哈平 也是那个叫费里捷南海帮派头目 维拉分析 哈平可能也是威胁苏珊 驾驶越野车的男人 维拉找到大卫 大卫十分忌惮对方 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大卫才告诉警方哈平住处 肯尼带人赶到 哈平早已跑路 一帮人只能灰头土脸回到警局 马克得到消息 他们登陆了凯丽社交账户 查到一些非常重要信息 看完结果 威拉大吃一惊 原来泰勒去小镇看望卡登是假 他实则帮助卡登 偷偷运送毒品是真 威拉拿过凯丽手机里 泰勒发给凯丽的照片 那是泰勒与那个叫哈平帮派头目 合影的照片 没想到泰勒亲切叫哈平哈哥 声称他像家人一样对待兄弟 但凡知道谁被判断 下场只能去死 威拉表示 他不是你的家人 他是杀人凶手 你告诉我你哥哥案发时 哈平有没来过小镇 还有 他现在藏身何处 可泰勒一副油盐不尽架势 弄得威拉毫无办法 经过一夜思想斗争 泰勒似乎想明白了 第二天 他主动告知 威拉哈平藏身处 威拉迅速组织警力 将哈平藏身处团团包围 一番较量 他们成功将哈平抓获 面对审讯是哈平凶狠的眼神 泰勒不自觉往后退却 看得出来 泰勒内心对哈平充满恐惧 据泰勒交代 他和卡登都在帮哈平贩毒 捡到每天那么多钱 从手上经过 而到头来 自己没剩几个字 卡登心里渐渐失去平衡 哈平有次当面警告两人 发现少了钱 如果再有下次就不会客气 卡登死后几天 哈平叫去泰勒 声称哥哥欠下的债 需要弟弟偿还 所以泰勒只能跟着哈平混 卡平是块南啃的骨头 威拉表示 警方查了哈平行动轨迹 三天前 他的车辆出现过小镇 哈平解释 凯莉是自己女友 开车去看望对方 威拉指出 卡登偷了你贩卖毒品的钱 你警告吴果将其杀死 又怕保洁员透露 你来小镇信息 然后用新型毒品将对方面口 在你家中 你发现新型毒品 你是赖不掉的 哈平一脸无恐 故事讲得好没用 你要拿出证据 另一边 按照当初协议 女警将泰勒送去安全地方 进行证人保护计划 威拉将阿兰送回家 阿兰解释 兄弟俩刚到福利院时 泰勒处处跟着卡登 泰勒心中充满怨恨 一次将卡登从楼梯推下 造成卡登手臂骨折 威拉突然觉得后背发凉 也为泰勒之前说过 卡登手臂被父亲打断 威拉立刻询问阿兰 泰勒是不是有件深色外套 威拉得到阿兰的肯定回复 综合所有线索 威拉得出结果 卡登死在泰勒手上 卡登伤口残留深色纤维 刚好与泰勒衣服相吻合 威拉立刻将消息通知女警 不想泰勒已经察觉 趁着对方没注意 泰勒袭击女警 消失在茫茫人海 威拉带人赶到 严密封锁该区域 但依然没能找到泰勒 威拉终于在沙滩上 见到泰勒 也为这里曾是两人母亲 带他们来看海的地方 泰勒交代他杀卡登全过程 哈萍发现卡登依然偷钱 开车将两兄弟拉去船物 为了证明自己跟哥哥不是合伙 偷哈平钱 泰勒朝着卡登就是一刀 没想到这一刀 直接要了卡登小命 威拉质疑 他一直在保护你 你也能朝他下手 泰勒表示 我早告诉他 我不需要保护 我已是长大的男人 没想到到头来 还得我替他擦屁股 对于这个回答 威拉唏嘘不已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就朝着哥哥下手吗 对于眼前这个矛头小子 说什么担当 责任都是徒劳 让他去监狱认真思考几年 或许比任何言语都管用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